27件设计鬼才发明的神奇勺子 有很多你根本没用过 第27名 舍不说 现在的年轻人是真聪明 他们用的吸管勺子 喝茶的时候可以自动过滤 再也喝不到炸 勺子还可以搅拌 不管是排骨汤还是奶茶 想喝的时候就吸 想吃了就咬 特别方便 第26名 自带吸盘的饭勺真的太好用了 用完可以直接吸在台面或者电饭包上 以前的饭勺容易沾满米饭 而且用完还得拿个碗来装 这个饭勺两面都做了凸起的防粘颗粒 用它成饭不粘米粒 用完清水冲洗一下就干净了 第25名 家里有一套这样的刀 吃个水果都是满满的高级感 这三角形的是开果刀 像这样在刮身上插一插 就能开出漂亮的花纹 圆形的刮刀是用来去刮嚷的 处理好之后用果勺把果肉都挖出来 一边追剧一边吃着这样的果盘 整个夏天都是幸福满满呀 第24名 杯子长时间不刷就等于再喝脏水 这个可以弯折的小刷子 手伸不进去的杯口瓶口 都可以用它刷 刷头柔软 像这种平底的边边角角 都能刷得很干净 尤其是榨汁机这种带刀片的 可千万别用手去刷 用它就很方便 家里的各种杯子都可以刷洗 想要的可以背一把 第23名 这个好呀 夏天了 桌子上的饭菜水果总是招来苍蝇 现在给大家分享一个一年四季都能用的菜照 它上面有密集的网格 既可以通风透气 防止饭菜水果变质 还可以防苍蝇蟑螂 洗菜时还能拿它当沥水篮 简直是一举两得 第22名 这小东西千万别让你女朋友发现 要么你就危险了 只要把食材放进她的嘴巴里 轻轻一捏 就能均匀的切成片 快速干净不伤手 煮泡面 拌酸奶 比菜刀好用 真是家家必备 第21名 肛里一定要有一个可以自由伸缩的蒸架 平时用它蒸点鸡蛋 不会开裂 把这个折叠起来 就可以放小锅里蒸东西 要是用深一点的锅蒸东西 你把这支架打开 大大小小的锅都能用 平时还可以当一个锅垫 这样就不怕台面烫坏 还是316不锈钢的 便宜又好用 真是厨房必备啊 第20名 懂生活会做饭的 厨房一定要有一个这样的颇有小锅 它这种是不锈钢不粘的材质 不仅好清洗 还不用伤锅 一定要试试用这个小锅煎鸡蛋 那煎出来以后啊 撕撕冒油 贼香了 而且一点也不粘锅 这个大小深度也刚刚好 你调料汁 或者打个鸡蛋 热牛奶啥的都不在话下 我现在每天用 用完挂起来也不占地方 第19名 滚蛋收纳和收纳鸡蛋 是真的很好用 窄窄的一条 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 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 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 放在冰箱的侧面 每次拿去上面的鸡蛋 就会滚下来 特别的方便 第18名 告诉你们怎么用 用这边盛 用小口这边倒出来 看好啊 不要眨眼 一咬一勺鸡汤 然后看到了没 出来的是汤 油都流到上面了 这个就是分油勺 超酷的 第17名 骨头汤上面这个墨 你用这个大勺子垮呀 你看不好用 把汤都垮上来了 来我们看看人家这个打磨勺 它也是一个大油格 在家里吃个火锅打个墨 喝个骨头汤 还可以用它撇个油 果汁渣 豆汁渣都可以用它淋 真的是太好用了 你看它是一块大钢板上凿的眼 还是304不锈钢材质 不自生细菌 还特别好清洗 第16名 妈妈 耳朵痒 耳朵痒了 我妈总能在网上淘到好东西 以前家里都是拿碗来咬米咬面 咬完粘的哪哪都是灰 这个小勺子好呀 咬米咬面都不会粘到手 而且表面光滑 也不会粘到勺子上 我最喜欢它自带风口夹 用完夹在袋子上 不会生虫 赶紧盘它 第14名 妈上次来我家呀 就看上我这个好东西了 平时焯水的肉呀 菜呀 面呀 都可以倒里面 手都不用粘水的 不管是沥水还是锅了凉水 都特别方便 不像以前又是漏勺 又是用手笔的 就很麻烦 这个自带沥水口 还耐高温 需要的时候呀 就直接往里倒 而且半个凉菜 洗个水果更是绝 一物多用 简直太划算了 第13名 家里还在用这种饭勺的呀 赶紧都扔了吧 每次盛饭啊 总是沾满米饭 甩也甩不掉 这是出口到日本的中国产品 它是PC材质的 用它盛米饭一颗不粘 用完粒在桌上啊 干净卫生 第12名 老知道有这个 谁还安那么贵的垃圾处理器 平时那些剩饭剩菜 茶叶残渣 刚吃完的火锅汤底 都可以倒进去 轻松沥水 再也不需要用手 去扣恶心的垃圾了 装满了就直接拿下来 丢垃圾桶不脏手 也不用担心堵下水到了 它是一次性可替换的 底座是细盘的 可以随意挪动位置 不用的时候 还能把它立起来 当个抹布架 真是方便又实用 第11名 我40年才知道 还有这样的钢丝洗碗锅 传统钢丝球藏污耐垢的 还容易伤锅 这种网格的就不一样 它不仅摩擦力强 还不伤锅 脏了 冲一冲就干净了 四周做了精致的包边 怎么拉扯都不会破 再也不用担心吃到钢丝了 用它清理一下灶台 除个水垢 也很实用 第10名 家厨房 不管有没有微波炉啊 我都会建议您 准备一个这样的置物架 家里的锅碗瓢盆 就都有地方放了 双层设计 不仅节省空间 各种小电器 也都可以往上放 皆是稳定 不担心磕碰摇晃 厨房再也不用感觉拥挤杂乱了 第九名 厨房里一定要有这个小架子 厨房台面容易被热锅烫伤 留下疤痕 这个可以放汤锅 可以放小奶锅 可以放砂锅 反过来还可以放家里的炒锅 它还是一个增价 真的超实用 你别看它便宜 质量超好 第八名 吃挂面的呀 你一定要有一个挂面筒 你每次挂面开封 肯定吃不完吧 你就给它放到挂面筒里 它密封性也好 这个是一人份的 一人吃的话 你就打开这道出来 然后这是两人份的 两人吃的话 你就打这道出来 这样的话 你每次就不会多煮了 这个我太喜欢了 除了放挂面 还可以放一些豆子 五股杂粮都可以 两个更合适 第七名 预出了这种葱姜蒜的备菜盘 两大两小的设计 装这些少量的配菜 就特别合适 在家吃火锅备小料 或者烤肉放蘸料 这个分隔盘都拿捏了 第六名 看谁家到现在 还没用上这个脱水槽 过滤栏 原装的孔比较少 堵住了还得用手抠 你看我这个螺旋式的 下水速度就很快 你把茶叶剩饭 一股脑的倒进去 都不会堵 还有小提手 一倒就干净好用 是相当推荐 第五名 这个小盒子设计的真聪明 平时嗑瓜子 就可以边吃边扔了 吃完在一起倒了 非常方便 不管是放在桌上 还是抱在手里 或者你是躺床上 还是在办公室里 吃零食水果 也都很方便 各种调料瓶都能放进去 旋转的设计 拿起调料很方便 打扫台面也很轻松 再也不用为拿橱柜 最里面的东西发愁了 第三名 通过这样的剂量勺嘛 可以自动剂量调料的重量刻数 直接显示在屏幕上 轻松解决各种食材称重问题 而且还可以用来称量药材 做宝宝腐蚀等 真的是太实用了 第二名 这个护手的擦丝系 可太厉害了 土豆放进去 既不怕伤手 也不浪费菜了 插到最后一片都这么薄 而且不管是切片还是切丝 都超顺滑 大蒜也能丢进去 这效率直接翻倍呀 丑丑切得比大厨都好呢 颜值也在线 过年备菜用它太轻松了 第一名 大力去备一个这样子的迷你封口机 非常的实用 像吃不完的零食 还有开封后的调料 也都可以用它重新封回去呢 密封性也特别的好 就不用担心会受炒了 用法也简单 按住这个按钮 轻轻的划过去就封住了 它是充电式的 质量相当的好 用完了随手吸在哪里都很方便